第七十三集 金色的纸张 咚咚咚的 沉闷的声响不断响起 最开始冲进去的超级胸襟猛兽 以及灵虚洞天的长老们 全都摇晃着身体倒退了出来 皆蹊跷流血 身受重伤 实力稍弱的几人还有几头胸襟蛮手 更是直接死在了里面 胸膛裂开 鲜血喷浅 未能退出谷殿 远处 叶凡震惊 这妖帝的粉种到底蕴含了怎样的力量 竟然如此的可怕 它虽然相隔很远 但是依然感觉到越来越强盛的力量 沉闷的声响让它也有些吃不消了 宏伟的谷殿在摇动 里面的人在激战 几名大妖在呵斥 灵徐洞天的掌门与太上长老也在长笑 砰的一声 青绿色的光芒一闪 磅礴的身影浮现在古殿门前 似是被人轰杀出来的 他脸色铁青 将地上的几具尸体重重的拍飞了出来 也不知道蕴含了多么大的力量 全都冲向 叶凡所在的高山 重重的坠落在地 叶凡心中一动 因为他发现满脸轻气缭绕的磅礴 向这边扫了一眼 而后才怒吼着 再次冲进了古殿中 叶凡将几具尸体翻了过来 仔细观察 而后在一名蛮兽的尸体上 发现了异常 竟有点点极其微弱的金光 在其伤口处流转而出 不细看的话 根本难以发觉 怎么回事 叶凡伸出手指 探紧那道伤口 他感觉像是碰到了什么东西 而后以双指夹了出来 顿时 有一道道炫目的光滑充气 咬得叶凡几乎睁不开眼睛 这是一张金色的纸张 上面流转着无尽的神灰 熏烂夺目 这叶金色的纸张 比金属还要沉重 上面密密麻麻 刻下了数不清的骨字 微小的几乎不可观看 每一个骨字 都像是一颗星辰在闪耀 光滑璀璀 叶凡的心 顿时砰砰砰的加速跳动了起来 感觉有些口干舌燥 背着金色的纸张上的神灰 晃得眯起了眼睛 叶凡的心脏砰砰砰 加快跳动 完全是因为激动的 他一下子联想到了道经 灵须洞天的掌门 与几位打妖生死搏杀 主要就是为了道经 与一件东荒的重宝 这金色的纸张太不平凡了 像是由红芒之精华凝聚而成 灿灿生辉 晃得人睁不开双眼 且入手沉甸甸的比金属都要重很多呗 仅仅一页纸张 恐怕足有上万字 叶凡眯着眼睛 仔细打亮手中光滑璀璨的金色纸张 但是纵然运足目力 也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而已 那些刻印的自己太微笑了 正反两面全都是字 密密麻麻 每一个字都像是一颗星辰 绽放着神华 非常刺目 叶凡心中难以平静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绝对是道经 是他最为渴望的东西 没有想到就这样得到了 他有一股不真实的感觉 用力捏着手中的这张璀璨夺目的金色纸张 过了很久 他才平静下来 这一刻 他想到了满脸清气的磅礴 在将这些尸体打飞过来时 向这边望来的那一眼 似乎别有深意 难道是他故意打过来的 叶凡瞬间就想到这种可能 但是 占据磅礴身体的未知存在 应该不会这么好心 怎么可能会平白无故的成全他呢 是 磅礴 叶凡很快想到了一种可能 磅礴呢 一直在争夺身体的控制权 也许是在那个瞬间 暂时主导了身体 不过 想到这里以后 叶凡又摇了头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磅礴顶多只能干扰那个未知的存在 恐怕根本无法占据上风 在那种生死搏杀的关头 如果被干扰 随时会有性命之忧 叶凡思索了片刻 认为那个未知的存在 与磅礴可能互相妥协了 暂时达成了某种协议 将金色的道经 人不知鬼不觉地传了出来 叶凡越想越觉得很有可能 是磅礴成全了他 将道经送了出来 他自语道 磅礴千万不能出事啊 想到磅礴脸上浮显出的妖纹 叶凡心中一沉 那个未知的存在 很有可能是妖族 但与那些大妖明显不同 对人族的道经不感兴趣 恐怕是想争夺 妖族大帝的遗物 叶凡静下心来 将其他几具尸体 仔细地搜索了一遍 再无任何发现 金色的纸张 只有一页而已 光灿灿 沉甸甸 感觉像是捧着一座宝库 让他有一股沉重的压力 事实上 这一页金书 比任何宝藏都要珍贵 叶凡想要看个究竟 集中精神 沟通金色的苦海 竭尽所能运转目力 想要知道这页金书到底记载了什么 苦海中又丝丝筋芒沿着身体而上 凝聚到叶凡的双目 让他的瞳孔有点点金灰在闪烁 轮海卷 在这页金书的七十处 有三个较大的古字可以看清 像是三轮明月定在那里 皎洁生辉 光滑流转 再向下看 字迹小了不少 勉强能够看到字体 但是却让人感觉双目刺痛 那些古字绽放神光 像金针一般冲舍而出 越是想观看 那就越看不清 双目被刺的肿胀疼痛无比 仅仅一瞬间 叶凡的双眼变得通红 极其酸色 不由自主地躺下很多泪水 他急忙地移开目光 瞳孔中点点金灰散去 过了片刻中才恢复过来 这让他很吃惊 正常观看 虽然无法看清那些古字 但却不至于刺痛双目 而集结丝丝神力于双目 凝视这叶道经 却险些伤到瞳孔 让人诧异 这叶道经 果真非凡 叶凡不死心 休息了一会儿 再次集中精神 沟通苦海 竭尽所能运转目力 不过这一次并不是看起始处 而是直接看反面的最后几个字 轮海眷壁 最后四个古字 如起始那三个字一般明显大了不少 很容易看清 如海上声明欲 瞎光洒落 同样 除去这四个字外 反面的其他字也无法变出 因为每一个微小的古字 都像是一轮微型的太阳 璀璨耀眼 一道道神灰 像是金针一般 飞出刺痛人的瞳孔 火辣辣的难受 叶凡急忙移开目光 他心中一阵剧烈跳动 现在几乎可以确定 这卷金书是道经 最为重要的其实卷 所谓的轮海 不用想也知道 是指生命之轮与枯海 是神力源泉孤孤而流的所在 是修行的根本 难怪灵虚洞天的掌门说 这是道经最为重要的一卷 因为这是此步先典的 起始第一卷 是万丈高楼大厦的根基 灵虚洞天的吴清风老人 曾经有言 修士只要将生命之轮 与枯海修到极致 就可以授以终生 成为顶峰强者 可想而知 轮海卷的重要性 灵虚洞天 不过掌握了这一卷的一篇经文而已 是残篇中的残篇 所占比例不足一成 只能供刚入门的仙苗 沟通苦海而已 并没有后续的法门 这一直让叶凡颇为遗憾 此刻得到完整的 轮海卷道经 让他喜出望外 足以授意终生 这一卷算是一个完整的修炼体系 可以一直的修行下去 940DIE 先放了 Mickey 善适 Chry 善适 善适 建ena